比較有問題大概就是把5函數轉成1-3 我剛剛講過你可以前面打VBA點 或者不打都沒關係 這個完全不影響 有些同學就會覺得有些地方有打 有些地方沒打就會問 其實不影響 再來的話就是MID函數 在VBA跟ESAL裡面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因為在VBA裡面 它可以產生變數 這個變數的名稱你只要不要用保留字 比如說你不要用for 不要用sub這種名稱的話 那都可以 一般用a、用b等等的應該也就夠了 那你就把這個變數資料 有點像是先幫我暫時存放資料在這裡 暫時存放資料在這裡 那VBA變數跟其他語言也不太一樣 其他語言是要先宣告 它的名稱跟形態 那VBA是完全不用 反正你放什麼資料進去 它就幫你存什麼資料 那這一點的話 其實跟Python也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Python也不用宣告了 所以其實像現在有些比較 新的語言都會走這種越來越精簡的路線 但是VBA裡面也可以宣告 那宣告的方法就是這樣 其實假設你有去看別的書籍的話 一般是這樣 它會在sub的這個地方 上面多加一個什麼 宣告 定 宣告 定A 空義格S 比如說裡面要放一個 文字的 這個 整數的話 那你就 定A as integer 然後再來的話 B的話 你就是豆點 豆點B OK 就這樣子 那它就會 知道說你有兩個變數要產生 那跟各位講 你有 宣告 跟沒宣告 結果是一樣的 所以 就有同學問說老師為什麼 別的書裡面都宣告一大堆你一個都沒有宣告 會有什麼問題 我說沒有問題啊 那你愛宣告你就宣告 你不宣告也不會有事 OK就這樣 那因為站在我覺得 教學的角度 我發現 因為教突然給你們教太多 我發現你們應該 是希望盡量 能夠刪掉的全部不要出現最好 對所以 我 順意名義嘛 所以我就把它刪掉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就像說你今天 去一家餐廳位置那麼多 你去就好了你還打電話去問嗎 我要order位置嗎 服務生跟你講都不用你來就好了 我們位置多的是 你幹嘛定嗎 除非說那個 那個實在是坐不下 你去的時候沒有位置那當然一定要order 到底是這樣 那你想說那為什麼會有宣告這種虛流 因為喔 早期的電腦的記憶體很小 可能有沒有最早 不知道你們用到8Mate 甚至是什麼 1Mate的那種電腦 那現在的記憶體 都是GIGA起跳的 相差都是 8Mate到8GIGA相差 1000倍 不要1024變1000好了 1000倍喔 就是當你是一個 你口袋裡面如果只有100塊 跟你口袋裡面有100萬的時候 你花錢的方式就不一樣 對齁 可能你本來要看價格買東西的 你應該就不會去care價格了 有沒有 有的人喔 去賣場還會特別去看那多少錢 再決定要不要買 那有的人是完全不看價格 是看喜好 這個我喜歡就放 有沒有 OK那就是因為口袋深不深 如果口袋深的人就不會這個問題 對齁 那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口袋夠深嘛 什麼要不要 比如說你身邊的人說要買什麼 沒問題 買了 對不對齁 要不然有些人 就會開始說這個東西怎麼樣 就像網路上我常 PTT或Dcard 台灣人說我男朋友 要買個東西 然後就開始 這之類的 怎麼辦 對不對齁 離開他吧 沒有啦這個 我只是比喻啦 就像記憶體現在都夠用了 你 還要care那些東西嗎 所以為什麼不宣告 我只是 講這個舉例啦 跟那個其他無關 好 那所以呢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有變數可以使用 就可以把它暫時放之後 那你會發現有個好處 本來可能會很 很隱藏的一串公式 突然可以 變得相對的精簡 對齁 大概是這樣子 那最後的話如果我今天希望做出什麼 制定函數 剛剛不是有 這個地方我希望什麼 插入一個什麼呢 這邊有一個使用者定義出現 但目前沒有 那那個使用者定義我希望能夠出現一個叫 刮鬍自串函數 怎麼做 所以喔 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有講過啦 所以我們有點像做個複習 一 請你在這邊加一個什麼 Function 記得 字不要拼錯 Function控一格 名稱的話叫什麼 刮鬍自串函數 所以這邊的話我就把這個名稱拿來用 刮鬍自串 然後加一個函數 OK函數 Enter一下 然後首先的話第一個 你會跟他要一個什麼 參賽者資料 剛才簡稱資料算了 你給我一個資料 這個時候的話呢 那使用者就會 去選嘛 那所以這個時候 選了一個資料帶過來 所以我們一樣喔 不過其實你可以假設你要拿上面這個參考來改 其實也可以喔 怎麼說呢 你只要把FOR回圈外面 這中間的東西 把它複製過來 貼到這個裡面來改 其實 就可以改出來 不過 他的那個Tab有沒有 縮排好像多縮排一個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要讓他 往前日縮排 往後倒車的話是 Shift加Tab Shift按住 再加Tab 這個叫凸排 一個叫縮排 一個叫凸排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首先要改哪個地方 如果你看到有Sales的話 一定要改 為什麼 因為呢 Sub是自己去抓 那Function的話是 你為他資料 所以呢 Sales 只要Idea的A 一律改成什麼 改成資料 所以這個資料有沒有 這個給他 貼上就可以了 我給你東西 那你去找找看 那找完之後呢 一樣做邏輯判斷 那只是說呢 做完這個動作之後的話 我要丟給誰呢 還有沒有印象 前面的部分喔 就 不是用這個Sales 而是用什麼 用這個名稱 剛剛不是手機嗎 手機等於 所以這邊也是一樣 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刮鬍自串函數 把最後的結果怎麼樣 丟到這邊來 就 大功告成 OK 所以其實也順便比較 Sub跟Function的差異 所以你Sub寫好 Function可以拿來改 OK 只是說還是需要稍微理解一下 如果細節不太知道回去看一下 好 最後這樣子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會不會OK 插入環數 有沒有使用者 有了使用者定義出現了 有沒有刮鬍 有 在這裡按確定 跳出來資料給我一下 這個給你吧 按確定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Value錯誤 為什麼Value錯誤 為什麼Value錯誤 一定有地方沒改 哪裡沒改 資料 所以 像寫程式 一定 也不能心服氣躁 一定要沉住氣 確定要對了之後 再執行 不然鐵定是錯的 所以我發現 如果耐心好的人寫程式 也會寫得相對的好 所以感覺好像寫程式也是在 修行的一種方式 OK 沒有扯太遠了 好 這時候的話呢 把它重新打勾 出現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為什麼是0呢 跟各位講一下 這邊有一個地方 如果說 你有丟資料給他的話 他就會改變 但是 刮鬍自串 函數 這個預設值 裡面這個0 也就是說如果你沒有 變動他任何的資料的話 那他預設值就是放0 所以你會發現喔 他這邊為什麼都0 因為喔 他跑到 他只會因為 A 裡面就是喔 不等於0 意思說他裡面有刮鬍情況下 才會去重新去抓資料 把它蓋過去 那如果沒有呢 那就 沒有做任何變 所以喔 這一題喔 有兩個地方可以改 第一個喔 你可以在 方選的第一行怎麼樣 把這個裡面的預設值 把它直接改成什麼 改成等於什麼 本來是0對不對 把它改成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是什麼 兩個雙引號 兩個雙引號 這樣就可以了 意思說他裡面預設值是0 但是我裡面不要讓他預設值是0 我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是沒有資料 所以第一行喔 補這個喔 你會幫他補這一行喔 油膠放在這裡 打個勾看看會不會OK 有沒有 全部消失了 方法一 那我雲端上放的方法是方法二啦 方法二的話呢 順便喔 講 這個邏輯 邏輯的話就是說 這個是 就是等於一重的 這個 等於是 邏輯判斷 就是只有True 才會進去 那可是False的話呢 不是一定有True跟False 那如果False的話特別注意喔 那沒關係喔 如果有刷票的走這邊 如果沒有刷票的話走另外一邊 所以我們給另外一邊的話就叫Else Else的話就反織的意思啦 OK 如果反織就是False 那你就走這邊 你其實第二個方法也可以 把反織的這個這一行 放到這裡來可以 就是你這一行喔 你可以把它放在上面 這是方法一 方法二的話就是 要不就是你把這個邏輯多一個 反織 然後把那個放在下面 這樣也OK啦 不過哪個比較簡單呢 好像剛剛的比較簡單 OK 那就當我後面沒這樣 不過為什麼你想說老師你幹嘛 因為主要是我要先 先往後鋪 後面的 因為邏輯 一定會講到兩重的 你不可能說你只有一個邏輯嘛 那你不處理False 不處理False不可能吧 一定有True跟False 如果你False你就寫一個Else 所以順便講一下 雲端上面是放這個方法 OK 至於哪一種寫法OK啦 反正只要執行 沒有問題 我的習慣是越精簡越好 OK 所以你會發現我的程式基本上 如果可以直接寫一行就不會寫兩行 這是我的Style OK 那每個人不一樣 你可以 你想多寫幾行 你可以自己有自己的Style 都沒關係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請各位把剛剛的這個制定函數部分稍微做個修改 順便也可以把那個Sub跟Function做個比較 另外的話呢就是 也多講了一個那個邏輯 邏輯的話將來 如果一個 一重邏輯 True的部分 然後將來有False 那你就打個Else Else的話 你True就走這邊 False就走另外 然後還有另外還有 除了True跟False 還有更多的邏輯 那更多邏輯 後面也會講到 我們可以 多重邏輯 然後 多重判斷 OK 試試看